首先祝贺陈若霖王欣为中国代表团拿到了一金一桶的好成绩啊 陈若霖比赛之前你知道中国队有多少年没拿到这枚女子十名台奥运金牌了吗 有八年 十二年 这么长时间你赛前会有压力吗 还好吧 没有想那么多 那最后一轮落后你自己知道吗 不知道 因为还没跳完就没有看那个分 看到你赛后也是非常非常激动 是不是觉得这枚金牌也是很不容易 确实 我知道你被称为是队里的三最运动员 训练最刻苦 训练时间最长 训练量最大 是不是也憋足利鼓劲 就是要在奥运会上有一个好的表现 是 王欣 你特别爱笑 对 挂上铜牌也应该笑一笑 因为我们觉得铜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是这样 是的 那你觉得自己今天表现怎么样 表现得不错 我想你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拿到了一金一铜的好成绩 是不是也有这个愿望希望能像郭哥姐一样 参加四届奥运会拿更多的奖牌呢 我希望也可以像郭姐那样多参加奥运会 郑乐林 我们知道你为了训练可能付出了很多 很多人知道你可能要记一些口控制体重 现在如果能庆祝一下吃点什么最想吃什么 什么好吃吃什么 现在可以放开去了 好 谢谢你们二位 再次祝贺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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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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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完